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刘真诗记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讲刘真犯罪 魏文帝曹丕,笑话他,不遵守纪律 刘真反驳说,我是宝 但也怪你们家,家记太严了 先跟标书逐字逐句解释原文 刘公干以施禁离罪 这个离就是遭受的意思 这个刘公干叫刘真自公干,见安妻子之一 他以前曾经跟随着曹操的儿子曹丕 他们都是好兄弟,都是当时的有名的文人 有一次在宴会上,曹丕就让他自己的夫人 曾氏出来拜客,曾氏是当时的三国第一美女 哎呀,座上的客人一看,整票了 也不敢多看,赶紧拜扶在地 毕竟人家是太子妃啊 可是刘真啊,平时就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曹丕的老婆 看个不停,非常之失礼 后来曹丕的爸爸曹操知道了 啊,这样啊,把他逮捕夏狱 判作苦工 后来曹丕继位了以后,把他放出来 大家还是兄弟啊,就取笑于他 就刘公干,以施禁之罪 当时啊,犯罪了 后来放出来以后啊,文帝问曰 请何以不仅于文献 文献啊,就是国家的宪法,法纪 亲啊,就是你啊 你怎么一点都不遵守法纪啊 真,达曰 臣,臣庸短 臣就是我呀 第二个臣啊,就是啊 我实在啊,我实在是平庸粗陋 哎呀,盯着你老婆看 一游陛下,纲目不输 一游就是也是因为 陛下是您啊 纲目是法网的意思 纲目不输 就是纲目过密的意思 哎呀,也是因为呀 陛下,你们家呀 这个法纪啊,定得太严了 不就看一下你老婆吗 好大事呀 然后跟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刘臣,刘公干 曾经啊,因为失禁之罪 被判罚苦工 后来放出来以后呀 魏文帝曹丕就问他 哎呀,你当时呀 怎么都一点不遵守国家的法器呀 刘臣回答说 我这个人呀,确实是有一点平庸和粗陋 盯着你老婆看 但是呀,也是因为 陛下你们家的这些法纪定得太密了 好大事呀 最后跟标书完整的朗诵原文 刘公干已失禁离罪 文帝问曰 清何以不仅于文献 真答曰 臣臣拥短 亦由陛下 纲目不书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天下之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